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韩国亚洲经济 我是中国新闻部记者周宇涵 下面前和我一起关注一下 12月12月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头版新闻 韩国FTA规模全球排名第三 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 韩国已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达到46个 其中包括与欧盟26国 东盟10国的FTA 在全球排名中 仅次于智利和墨西哥 在与澳洲加拿大的FTA生效之后 韩国的FTA对象国GDP占比将升至62.5% 如果韩国与中国的FTA能够顺利签署 那么韩国FTA对象国GDP占比将升至74% 超过墨西哥 但是有意见指出 FTA规模的扩大也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 由于各国及地区的原产地标准 通关程序等各不相同 为了适应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 反而导致FTA的实际效益减少 再来看一下下一条 调查称 由于外国留学生语言不占优势 对在韩国就业关心度不高 即使被韩国企业录用 也要经过出入境管理的严苛把关 被拒签的例子数不胜数 下面是二版新闻 韩国香港自动出入境审查正式生效 本月12日起 韩国香港自动出入境审查程序正式生效 这是进美国后 韩国签订的第二个自动出入境审查目的地 今年7月底 韩国法务部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出入境事务处 签署了关于 韩国香港自动出入境审查的谅解备忘录 来自韩国和香港的游客 只需满足规定条件 便可使用无人自动编解 来看最后一条 渣打花旗银行贷款顾客信息遭泄漏 韩国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 日前大规模泄漏贷款顾客个人信息 检方已经拘留相关人员 泄漏顾客信息规模创历史最大记录 金融圈业内人士表示 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为了提高经营效率 大幅度削减人力 结果导致疏忽对客户信息的管理 才造成了个人信息泄漏事件 金融当局已经督促两家银行自我检查 如在检查中发现问题 将追究相关人员重大责任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的详细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请您关注亚洲经济的官方主页 以及腾讯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